唯磨节 唯磨节叫无垢称 无垢称就是什么 在哪里说的无垢称 无垢称就是在一切称中 你要明白无垢 什么叫一切称中明白无垢 一切称就是决心现前时 就是刚刚讲的辨别之端 一切称 但是过去在一切称 称就是什么 觉得有感受时就是称 称量 但是你要知道无垢 那无垢才能称 如是一切称 所以唯磨节 现的是老者 长者相 所以他那个唯磨节的信德 这一个称一定在哪里 在成 一定在成 因为既然有称一定在成 所以他现的是什么 在家形体 不是讲唯磨节现 我是说你那个新种的唯磨节 不就现在在成吗 他一定是在成 说的称嘛 但是他是无垢 所以虽现在家 不受家法 这唯磨节经典中的文字 他富足一切感受 他才能称 能称起一切感受 他一定是富足的 一切感受都由他称 他是一切感受的最先 所以叫长者 你这些心种就是长者相 但你要明白无垢啊 那才能够知道唯磨节啊 所以那个节字也用到这些真节的节啊 就念念反旧啊 所以经中就告诉你 虽现在家 不受家法 换一个名字 在自信之中消 你可能更能够体会 虽现在成 不受惩罚 虽现在成 不受惩罚 在过去你听起来 好像这句话离你很远 将来你若是行者时 这句话就是告诫行者 你当下念念的秉持 感受虽现在成 但你不能够再追逐惩罚 你要永远去体会 决心何在 你若是都不能够体会 虽现在成 感觉虽现在成 你要知道决心何在时 你供养的就是阿难 但你供养阿难处 你就能看到 过去感觉现前时 那都是堕落的 种种沉沦的势力 那叫缩皮加罗 先犯天咒 念念之中 你在感觉之中 就好是决心跟感觉 绑在一起 叫涉入迎席 从此以后 你就忘记你的法身 忘记你的决体 叫做因公伏魔 将回戒体 就在这个当下参 这个当下就是 为什么叫这个当下参 这个当下就是 你叫看到文书 拿佛的咒语来往护食 什么叫文书来 就是在这么强烈的当下 你要看到 心性之中那个大志现前 你要照破如是 这么强烈的感受 叫做佛赐文书 将嫩言咒 提讲阿难 经摩腾节 同来佛所 嫩言经的经文 全部都是 你心性之中的面貌 所以叫开智慧的嫩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